我国最新航母下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目前正在进行细薄实验环节 相信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看到福建舰正式服役的消息了 那么众所周知 一艘航空母舰的战斗力 是与它所搭载的舰载机所挂扣成正比的 所以说舰载机很重要 因为咱们的新式引擎舰载机 现在还在研发实验当中 为了避免福建舰正式服役之后 陷入没有舰载机的情况 我们就很有必要从现在服役的战斗机当中 选出一款作为福建舰的舰载机了 关于舰载机的选择 也成了不少人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话题 最终我们的歼15舰载机的弹射型歼15T脱颖而出 那么歼15T这款战机 是否又能满足福建舰的作战需要 性能方面又有哪些优势呢 其实网上早就有人推测福建舰的舰载机 很有可能要配备新型引身舰载机 也就是歼355 但像这种设计复杂科技含量高的战斗机 其研发中期都是较长的 像歼20的研制到正式服役 我们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我们的歼35正处于设计定型阶段 下一个阶段就是生产定型了 在这最后的几个阶段当中 要耗的时间最少也得两三年 与我们的福建舰计划的服役时间 还是有一定时差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歼35不一定会在福建舰正式服役时登舰 而在我国前两艘航母上 服役的歼15飞行方式皆是华越式请飞 我们的福建号采用直通式甲板设计 以往能在山东辽宁两舰上 进行作战任务的歼15 不能适用于福建舰了 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机 我们的军工科研团队费井忘石 业以济世的研发室和福建舰 平直甲板的舰载机 终于赶在福建号正式服役之前 研制出了歼15T型舰载机 成功避免了福建舰有舰无计的尴尬局面 歼15T和歼15的最大区别就是 在飞机起落架上面 因为在弹射器的作用下 要承受拉力和接收强大的推力 如果起落架支撑杆没有经过强化处理 那么很有可能承受不住 导致起落架损毁 导致舰载机发生安全事故 因此弹射型舰载机起落架 一直都是一个重大设计难点 索性在我们的军工 排出漫难成功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从而就有了适用于 弹射起飞的歼15T舰载机 歼15T的雷达罩采用斜切式设计 采用这样的设计 增加机别的内部空间 可装载更大的雷达 另外能有效降低雷达反身面的 横截面机 从而减少被敌方飞机 或者舰艇雷达所探测到的几率 不仅提升自身隐身性能 而且还大大提高了 舰载机的安全性能 另外歼15T还在原来边调的位置 添加了一对小型压翼 这样的设计 有效提高了舰载机的生力 辽宁山东两舰上的歼15 采用的是倒L型的翼尖挂架 而歼15T的翼尖挂架 却是一字形的 很有可能要搭载先进的 PL-10空空格斗导弹 而翼尖挂架的不同 也是区别歼15和歼15T 这两款舰载机的重要特征之一 得益于歼15T两侧机翼翼展的长度 使得我们可以在两侧机翼的前缘 安装雷达或者其他电子战装备 有人猜测歼15T两侧的机翼中 可能安装的是L波段探测雷达天线 L波段雷达的优点就是 波段比其他雷达波段来说相对较长 所以适合探测远距离目标 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及时有效地探测到 隐身目标的冰军空中单位 这只是猜测 也不排除它是舰载机 在电子弹中所用到的电子天线 当然也有可能是两者坚固 另外舰载机机图的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 也进行了升级 可以让歼15T在不开雷达的情况下 都可以引导空空导弹 对远距离目标发动超视距打击 因为歼15T这方面流出的资料太少 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定 它是否对机体其他部位 也进行了更换或改进 比如歼15的发动机是否太航化 也就是歼15是否装备 涡扇10系列的航空发动机 从这几年涡扇10的各种实验数据来看 涡扇10发动机 不管是整体性能 还是相关技术的可靠的定度 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那么很有可能在未来 所有的第三代舰载机 都要配备涡扇10系列的航空发动机 这是大势所欺的 说到这里 可能有的网友就有点纳闷 歼15不是第四代战机吗 怎么成了第三代了呢 第三代战机的评判标准 原来是美标 而现在第四代战机的评判标准 则是俄标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 美国为了不让自家的战机 在世界上比俄罗斯矮一截 于是美国主动向俄标看齐 把自家舰载机和其他战机的世代 都统统改了一遍 像美国的F18EF 也成了四代机 从这一点咱们就能看得出来 老美在这方面还是很爱面子的 还有另一个让大家最关注的点 那就是 歼15T是弹射型舰载机 那么它能不能滑越式起飞呢 如果可以 那就真的太好了 歼15T不仅可以在福建舰上作战 也可以登上辽宁和山东舰 增强战斗力 因为福建舰安装了 全世界最先进的电磁弹射装置 那么歼15T完全可以满蛋满油 弹射起飞 这一绝对性优势 是其他的华越式起飞舰载机 都不能比拟的 舰载机满油满蛋进行作战任务 跟不满载不满蛋作战的 可真是天差地点 舰载机满油 可以让舰载机的活动范围更大 流空时间大大增加 减少舰载机的返航次数 增加舰载机作战效率 而满蛋则让舰载机的 持续作战能力大大增加 提高舰载机的打击能力 再加上歼15T安装了 有原相控制雷达 以及先进的电子战设备 它的整体综合作战性能 相较于歼15舰载来说 有了巨大的飞跃 毫不夸张地说 歼15T舰载机 算得上是战尔八景的三代半舰载机了 那么美国海军的主力舰载机 是F18EF舰载机 这款战机呢 也就是三代半 跟我们的这款歼15T相比之下 还是歼15T更有优势 因为从外观上来看 咱们这款歼15T舰载机的个头 明显要比美军现役的F18EF要大一点 而且分类上 我们属于重型舰载机 而F18EF则属于中型舰载机 那么两者无论是载油量 还是作战半径 甚至是整个机动性 都是存在有不少差距的 那么这样的差距 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很明显是我们的歼15T舰载机 不管是从外形 航程 作战半径还是载油量的大小 都要比F18EF要高之不少 因为二者都是属于弹射起飞 但F18EF的起飞重量 比歼15T要差一些 所以不管是从战机的航程 还是载弹能力 甚至是它的作战半径 恐怕都要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另外呢 F18EF的机体设计年代久远 虽然在FA18的基础上 又陆续改装了几款型号 但整体提升也不会太高 与这相比 我们的歼15T明显更年轻 设计更先进 所以歼15T的气动布局 应该是优于F18EF 再加上我们歼15T雷达 在距离上具有中远距离探存优势 单看这方面 歼15T已经超越了美国的F18EF 再加上歼15T能够挂在先进的 PL-10中远距离空空导弹 让歼15T能够对远距离目标 进行超视距打击 这方面呢 也能对FA18EF构成一定的优势 歼15T这款战机 一旦登上福建线 它整体的作战性能 将会达到目前世界上的一流水准 利于福建战来说也是如不天意 福建舰的战斗能力 也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歼15T是歼15的弹射型 而歼15脱胎于 从乌克兰购买的两架苏33的原型机 T10K3战斗机 原本我们是计划向俄罗斯购买苏33 作为辽宁舰的舰载机的 但因为某些方面的原因 导致谈判破裂 我们就向当时乌克兰购买了 两架苏33的原型机 开始研究和学习 舰载机的相关技术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的军工人员 就开始日复一世 年复一年 埋头苦干 用了12年的时间 让我们的歼15 自由翱翔在海天之间 经过12年的艰苦奋斗 我们的军工团队 成功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 成功弥补了我国在航空母舰 舰载机领域的空白 正是有了像他们这样的人 为我们筑起了一道道钢铁城墙 我们才可以过上快乐美好的幸福生活